我觉得他是一个战士 喜欢用扫踢 赢了 他的技术也非常好 他抓反击能力也很好 然后分手尊重他 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完爆对手 并在一个回合之内轻松解决 就连张美丽曾经也是他的手下败将 他便是江湖人颂外号 拳坛霸王花的孟博 今天就带你领略一下 孟博在比赛当中最最残暴的三场比赛 最后一场最为凶残 记号安全带 我们开始发车 我们再来看孟博的第二个对手 来自菲律宾的年轻小将 年纪25岁的欧赛姆 当时的欧赛姆正处于三连胜的状态 所以说势头正猛 还把孟博当成了下一个目标 当成了下一块垫脚石 而这一场比赛 他并不是踩着孟博这块石头上背 而是搬起了孟博这块大石头 而砸了自己的脚 好比赛马上开始 侧美生来看孟博比对方的身高 还是要高升不少 孟博的官方数据是1米65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身高 应该有1米68以上 甚至1米7 好双方比赛马上开始 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 千万不要眨眼 1米很快 看到了吧观众朋友们 刚刚我的提醒的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快了 不到半分钟 便拿下了对局 好 我再来看一下孟博今天的第三个对手 40岁的劳拉 阿林 身高1米60 他是一个身心百战的老将 酸素已经40岁了 但是看他的状态 包括身上的肌肉线条 完全看不出来 你说到25岁 我都相信 我都相信 对 你 对